热爱可敌岁月漫长 不再为不值得的人生气 也少了许多力气 好像很多事都看透了 小妍喜欢这样的感觉 就像一个大家庭 尽管生活压力大 但找到了一个让人放松的地方 特别好 牙膏出来那天 我在搬砖 就过了一小会时间 想要的新味道也没有了 啥也没抢到 没事 再等等 下次总会有 买到129套餐的宝子们 还可以去找客服补力牌 大家别忘了 粉丝惊呼 最适合代言牙膏的人 终于代言牙膏了 你看 肖战的牙整齐 干净 洁白 一笑就露出七颗 门牙也很可爱 就像兔子 所以 被粉丝细称为兔牙 牙膏是每个家庭必备的东西 一款好的牙膏 更能让人心情愉悦 肖战的代言实用 更实在 他考虑的也特别周到 前面代言了一答 于田川 这次又代言牙膏 考虑大家吃完零食过后 更好的清洁牙齿 是不是安排得很完美 记得在少年团的时候 肖战特别可爱 当别人惹到他的时候 他会露出他的两颗门牙 以示警告 看起来凶凶的 实际就是个纸老虎 那时候就觉得 肖战的牙好整齐 好白 就很好奇 他平时用的什么牙膏 怎么护理 那时候 看他和同伴们打闹 是那样放松 那样自在 闲下来的时候 累了 倦了 快被生活打趴下的时候 就翻出肖战的剧 杂志 立牌 读一读 看一看 我会觉得很放松 很自在 限流严重 如果喜欢我的文字 请一键三连 如果不喜欢 请忽略 谢谢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